詳細講一講,首先講卓偉詩,先講英國 卓偉詩是面對著落台的風險的 也可以說是直接面對著落台的壓力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卓偉詩本身是同關號廷,即是前財相 公佈了一個財政預算案 方案是減稅的,減不是減了很多 不要覺得他減了很多 不過問題是他沒有開源,沒有截流的情況之下 他沒有在政府其他範疇上做開源截流 他隨便減了之前預定的稅額增加 以及減了富人稅 富人稅在政治上是蠻愚蠢的 因為看到就算所牽涉的銀碼不是非常大 但對於整個社會的觀感是非常之差的 減稅本身就是卓偉詩在他選舉競選期間 都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其中如果有留意英國選舉 當時辛偉誠是再三重申 是沒有可能減稅的 辛偉誠是相對比較保守的財政政策的 保守的財政政策 基本上跟現在侯晉偉的政策差不多 即是說侯偉晉的政策差不多 英國可能要沿用現在的稅制 因為為什麼呢 聰明一點去想 英國2024年就要大選了 如果現在有大變動的話 是很容易影響到保守黨的一個選情 因為任何大變動 可能因為這樣而做到一個比較差的效果 這個好效果可能有 但是差的效果也有 這個差的效果出來 結果就會影響到保守黨的一個勝算 結果這個方案出來 馬上就有反應了 市場馬上反應不相信這個方案 這個方案是最終會令到英國債台高速 結果英鎊和英國的一個債券 政府債券大幅地受到波動 結果關懦庭需要辭職 關懦庭被辭職 即是說是蔡惠詩叫 關懦庭願意 也願意繼續支持蔡惠詩 跟著他就找了侯偉俊 去做這個財商 侯偉俊大家很清楚 Jeremy很明顯是一個 接近新衛城那種保守的一個財政的趨向 結果他昨晚宣佈 是之前關懦庭取出的減稅方案 他幾乎全部取消了 全部都取消 我未看仔細內容 其中關懦庭有一個方案 就是繼續行這個印花稅假期 即是說買樓的印花稅是豁免的 這個印花稅假期 當時關懦庭是有提出的 究竟現在新衛城是取消了他 還是會繼續還是會改變呢 我未仔細看 但是可以這樣說 侯偉俊 基本上是扭轉了 新衛城在財政政策上的一些變動 基本上是行一個保守一點 是穩固一點的方法 是行多年多就跟著大選的了 即是說他行的方法 是希望令保守黨在一個穩固的情況之下 是迎接來更大選 其實這個新衛城是當時他在選舉上已經講過了 即是不能夠做任何的大幅減稅 或者財政大政策的措施 應該未必成功得起 況且就大選根本就不應該這樣做 好了 蔡衛詩雖然在這件事上他抽離一點點 他認為自己只是未做諮詢 就讓關懦庭公佈 但是他自己個人沒有在這件事上負一個很大站 原因是因為他沒有授權關懦庭公佈 蔡衛詩是這樣說的 好了 但是這樣說也好 縱使他也道歉過 結果昨天他要再進行第二次道歉 原因是因為聚使了三個保守黨議員出來 公開要求蔡衛詩下台 因為他自己辭職 就讓保守黨找一個真是得的人 去帶領保守黨未來的大選 保守黨的黨員去考慮 當然權力鬥爭是肯定考慮的因素之一 第二個考慮就是 如何可以保障保守黨在未來的大選中勝算 這也是重要的 因為現在只有一年多 沒有人會期待蔡衛詩這個任期 即是說來自大選之前的任期 可以翻天覆地改變英國的狀況 是不可以的 他只是守的 守的包括通脹上的守龍門 即是說如何可以保障通脹 不會影響到英國人的生活 如何可以令到電費 或者燃氣費 或者有關石油的 或者有關汽車燃油的費用 是不會大幅影響到英國人的生活 這個做法 是唯一可以令到保守黨 可以保住有機會 會在未來擊敗工黨的勝算 工黨其實的來勢挺強的 那怎樣可以保障呢 保守黨可以擊敗他呢 其實是比較平穩的政策 政策平穩當中是醫治一些 可能是市民的痛點 即是市民覺得痛的 譬如會加電油費 加電費 在這裡醫治 可能是唯一的方法來的 但是 卓維斯用了一個急躁無盡的方法 他當自己有足五年任期 他當自己的五年 是在一個非常穩定的環境之下 是沒有脫歐之後 和歐洲談判的風險 談判未完成 到現在到 硬邊界、金融的豁免 全部都未談判完成 另一方面 就是俄烏戰爭當中 對英國的可能影響 對歐洲的影響 和俄維斯限制一個 或者被限制又好 限制又好 的燃氣供應到歐洲 導致歐洲可能能源價格上升 而進一步影響英國 通脹也因爲強美源上升 這些種種因素 都是負面的 蔡惠斯根本沒有足夠 五年時間去實施 他自己的一些 宏觀 或者很宏大的政治理念 他只能夠守住保守黨的黨業 希望帶領保守黨 保守黨可以在未來的大選當中 一年多時間 可以贏得選舉 昨晚他到時候承認 自己太急了 沒有想清楚 容許政策推行 他承認了 他也再一次道歉 但他堅持會自己帶領保守黨 在未來的大選 希望帶領保守黨再次勝利 即是他暗示 他無論如何都不會自己辭職 即是說自己不會下台 他希望可以做一年多的手上 好了 究竟英國的政界 或者不要說政界 即是保守黨的黨議員 究竟容不容許蔡惠斯 是繼續帶領英國保守黨去到未來的大選 我想他們的考慮 一定會想 蔡惠斯要繼續做下去 保守黨去到2024年 究竟是什麼局面 究竟是差了還是好了 如果是好了 或者是平穩的 都可以 如果有機會差了 有機會他們都會趕蔡惠斯下來 因為他們一定會找一個 穩穩陣席的人 帶領他們可以贏得未來的選舉 現在正傳有五個人有機會的 那五個人是之前比較熱門的 第一大熱門是莫丁 即是說 之前是第三得票高而落選的莫丁 即是女士 是來自軍事背景的 是挺Sharp的 即是一級穩雅 第二個就是現在的才相 但是侯偉俊 現在財政侯偉俊自己就說 他已經失敗了兩次了 他已經失敗了兩次了 第三個就是 包括了已經第二票落敗的 就是辛偉成 第四個就是 本身被人倒下台的約翰遜 看看約翰遜有沒有機會總到重來 第五就是本來挺大熱的 但他自己不參選的華萊士 就是英國的防相 即是防務大臣華萊士 挺穩陣的 好了 這五個究竟會不會成為 接下來一個熱門 取代翰遜斯 帶領英國保守黨 退到下一次大選 還是翰遜斯 可以保住現在的上位呢 我相信這兩個星期 在英國政壇都會多事幹 我們可以留意著